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缀的 07-06 期 挑战万八失败 港股,怎么看呢?关注公公司,来时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昨天周五的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恒指方面分析 亦是同学们有关注 昨天周五恒指收完市后就结束了之前的四零先 那之将来吹势如何呢?下周怎么看呢? 今期依然说来在周日同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个部分是因而作为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快手、汇富用股、中国移动 以及两个美股分别是内费和抗亚 那这些个股为何有同学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依然说来在周日同详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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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在继续放弄之前再提醒各位同学 那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就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学的各位同学 那你们记得要推订阅channel,按订阅 订阅之后再按黑色的小铃铛 才能够适合收得到我最新教学,好吧? 好了,那最后一个正题 首先我们看昨天7月5日,朝早8.28分 随期将港股行情提示的广播 现在已经装了例如手机版特色指标的同学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指数方面 其实大家看到没有? 那现在是绿色飘带收阴族 OK,放大给大家看绿色飘带收阳族 之前有节目跟大家说,红飘带收阳族 是不是就反弹? 绿飘带收阴族就回落 当然这次阴族也有请问,这次阴族是假的阴族 假的阴族怎么算呢? 其实一样,无论是假还是真 一旦收阴族就提示减仓回落 当然周四的时候,旅游部学员都知道 蓝族已经和大家提示 一旦我们的指数上穿绿色飘带 当时我上一期和大家说 基本上指数方面 应该不会超过18100 就算穿了绿色飘带下延 当时我记得星期四 是穿了少少,大家看到没有? 18133,后来会有回落 对不对?OK 那这种情况,无论是假还是真 反正一旦收阴族,看着蓝族提示 就说明了大家 那绿色飘带收阴族的情况下 一样提示中短期有个位回落风险 为什么中短期呢? 因为飘带要提示我们中期或者短期 一飘带大家看到没有? 红色飘带就是对表看好 吹色向好 绿色飘带就对表太淡 吹色向下 有时它时间比较长 有时就好像这里比较短 当然我经常和大家说 绿转红的时候就买日 红转绿就沽出 当然这个买日和沽出 就区别于我们的买沽信号 它是飘带的一个买卖转折时间 当然每次转折的一个情况之后 我特别强调大家 一定要看花金钟 飘带如果是绿色 有没有向下变幅 红色又是否向上变幅 那这种情况 如果有的情况之下 就跟踪它是中或者短 没有的话就短 有的话时间基本上就是中期 一个以上 所以我们知道飘带有很多总功能 它的颜色 那飘带除了这些颜色转变 我们还可以提示大家 阻力和支持 好像今次我们知道 指数方面已经穿了 我们的绿色飘带 那这个情况 没有穿了 下方支持 阻力变成支持 支持就变成阻力 因为经常和大家说 阻力和支持 其实是相互转变的 对不对 那现在目前来说 那现在资金 就开始有出转流弱 这个是好事 那现在目前来看 因为整体是太淡 又升穿了绿色飘带 那其实上方阻力是非常之大 所以你来说 就综合来说 会是绿色飘带下延支持 上下震荡 因为我们知道 股价升跌和资金有关 资金有流弱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就算有阻力有回落 它也不会跌得太多 那现在我们知道 下方很近的地方 由支持为 这种情况有回落 有支持 肯定会受到一个上下震荡 那当然这种情况 我就要关注 资金流入之后 有没有继续加速 加速就能够受得住 没有加速 很大情况 好像我们知道 现在的上升指数 穿了绿色飘带收养了 现在就回落 OK 所以最近我提示大家 就要关注上升指数的趋势 那当然本则 我们结合我们的特色指标 红的飘带 资金的流向 那当然 除了资金背离 除了资金流向 还有一个背离 有同学都问到 背离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分析个股的时候 大家要认真听 因为有几个个股 我都会说到 顶背离 或者底背离 希望大家认真听 它是怎么用 好吧 这就是指数方面 行指 过股的话 过股现象 以及要大家关注 航运石油电力 航运我们知道 因为红海那边 胡锤组织 一直在扰乱 旋运 导致来过 旋运的风险又大 大了之后 股价价升 再导致股价升 当然我经常和大家说 如果不知道这些 市场本质背后的逻辑 大家如果有 关注再纳海水特色指标 比如说 红绿飘带 这些资金背离 大家通过 我们现在富途牛 这些板块 这些板块要自己编测 你可以按着纳海水这些 在这里添加 又按着顺序 当然这些特色指标要装作才有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航运呢 是不是 依然还有红色飘带 有资金流入 当然这里 飘带比较习 那名体好 趋势弱了很多 大家看到 餐饮就一直跌 所以 李Sir很少说这些餐饮 但是我发现 煤炭呢 现在又上发 不如出现了沽出信 有回落 当然一直表现得比较好的 就是电力 和石油方面 煤炭之前都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地 基本上是靠工业 製造业发展 然后用电量 能够行留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製造业的强性 所以来说 我们知道 我们的製造业 主要由火力发电 所以煤炭石油 相对表现得比较好 其实电力 又能够对表 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的 一个工业的发展 经济制造业 有没有强劲 拉升 所以这个就是 市场经济和大家说的 背后的逻辑 不知道的话 你就直接看这些 红绿票带也可以 这就是李Sir和大家 提示的一个组本点评 那我们再看回 我们今天 昨天的一个 开市情况 昨天开盘 星期五是18035 记得 当时夜期跌 这次就没有按照夜期 这样 是不是 那我们知道 因为可能 星期四晚算了 我记得 美股 美股是优势 所以来说 相对来说 没有影响我们夜期多少 那我们看到 18035开市 最终收市17799 那最终 大家看到什么 高的时候 还升穿了1805 大家没有发现 从过去一个星期 周二到周五昨天 其实到周三的时候 一到 是大于超过18000 后来 其实最终收市还没站稳 到我们星期五 连续三天 18000呢 是挑战失败 就是我今期主题 那18000上不到 即将下来又是大跌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没有 按照做本提示 收音足回落 那现在是不是继续跌 那现在跌200点 按照吹光 还会继续呢 或者是哪里有支持位呢 OK 所以现在莱Sir 就和大家去分析 恒生指数分析 那周六呢 其实又要和大家去分享 整个下个星期的一个走势 那恒指分析 一直就按照莱Sir的教学师 国际形势政策最佳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能够做到的 就只有美股 我经常和大家说 每个股市的背后逻辑 是不一样的 美股为什么能够做到 从技术 按照莱Sir特色指标 基本上八成以上是有的 所以很多同学 有时见到莱Sir 说美股的时候 就特别有智术 因为美股的确实 比较强势 所以特色指标 就更加表现得 它的准确性 当然 因为美国 是一个美联储 全球的央行 当然 每个股市不一样 例如A股 很多时候 就看政策市 不怕和大家说 用特色指标 技术来说 只能做到五成 乃Sir觉得A股 不怕和大家说 所以A股 非常难操作 港股 港股 我们知道 港股 我们要看恒指 恒指升地 就对表港股的 好还是不好 恒指 我们知道它有成份股 例如5号仔 内房股 有帮保险 不过最 特别重要的还有 我们经常和大家说 700 3690 9988 这些大股 是不是 我之前和大家说 人仔 预约 为什么港股就难升 港股就跌 是不是 我们知道 人仔预约 港股难升 人仔预约 我们知道 因为700 这些大股 他们的经济 全部来自内地 内地 有时会对国际形势 颁布很多政策 所以说 其实港股 都是半个政策士 最加上 人仔预约 我们知道 人仔预约 相对他们的资产 是不是 跌 都一定影响港股的升跌 所以 这个就是它背后的逻辑 所以很多时候 莱瑞和大家分析下 上证指数 美股的原因 好吧 当然 现在我们知道 外部环境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我除了和大家说 我们下周 从技术指标 看回7月9日 那么这个点来的 阿森和我最次会说 那本个月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3月15日到3月17日的 一个三中全会 内地的政策 因为很多 就是投资机构 都等待这个三中全会 之后 有没有相对应的 对于利于股市 或者金融经济的一个 利好政策推出 所以大家从政策的方面 去关注这个时间 就是终旋之后 从技术指标 其实 下周7月9日 就非常之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赤克莱瑞的 投资理念一 先指数后个股 还有投资理念一 从战略做战术 先指数后个股 刚才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分析港股 我们要研究 美股和A股 因为指数与指数之间 相互对比 板块过股之间都相互对比 好像刚才说过股 譬如说700 作成份股 和恒指同步 譬如说我们之前 去年冬至的时候 腾讯买一个政策 下来 然后呢 那个游戏的一个 板块就不跌了 那游戏占了 腾讯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 治疗导致大跌 相对于 那天恒指也是冲高回落 我记得最清楚 都是和大家 经常和大家说 旧粉丝也知道 板块呢 经常和大家说 内房 汽车 它成交量比较大 拉动经济 所以有时候 它们的板块 都会带动 整个指数 影响 那当然指数与指数之间 最影响最大 就是经常和大家分析的 美股和A股 刚才和大家分析 A股为什么 港股要跟它 或者作为一个参照呢 那美股怎么来呢 美股刚才都透露了一点 美股呢 好像星期四 它没有开市 美股 所以夜期就走了 少少 所以我们看到 周五的夜期 就并没有按照 我们星期四晚上的夜期 核跌 对吧 不过我们就知道 夜期呢 美股呢 会影响我们 恒指的夜期 夜期呢 会影响我们明天的 高大开机 机会比较多 所以没有百分百 最多时候 我们能够找到 规律 或者它出现的 情况有多大 所以现在我们分析 美股 美股 我们知道 经常和大家讲 分析美股 A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说话 中国除负责中于楼市 不是除负责中股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分析美股的时候 我们要先分析 勒斯达克 因为勒斯达克 作为科技指数的一个代表 对吧 因为我们看到美股 是由七大科技股支撑的 当然 美股也知道 它除负 大多数的人 除负责中股市 作为政府 或者怎么样 你不能够用自己的 荷包 除负缩水 所以大家知道 美股怎么够升的原因 这个就是本质 大家记住 就算你不知道本质 透过奶水的特色指标 看看 红绿飘带资金 就知道 它会有一只升 所以科技股 暂时 我就看到中长期 中长期 都是提升的 大家记住 好吧 中长期提升 那斯达克 科技指数表现得好 导致也不会表现太差 是不是这样 其实是的 不过有时并不是同步 比如现在导致 大家看到 经过前一排的一个调整 之后 绿色飘带 是不是不会大跌 按照双重部线 大家看到没有 一点碰到 为什么技术分析比较好 美股 基本上跌到这里 第一条基本上是反弹 对不对 点到第二条 延珠 鳄鱼章最感回落 出现再买高水素 就回落 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指数方面 资金 这里又有资金流日 中长期 中期周线淘汰 这里又有资金流日 那名美股 中短期都是看好 OK 上证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为什么我们参考上证指数 我发现 上一周 其实上证被 港股就快一天 因为港股7月1日有时 那内地是没有的 基本上 为什么参考 大家看到没有 港股基本上 现在暂时好像走到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是不是还会 向下呢 而且这里资金 大家看到没有 变薄了 最主要我之前跟大家说 上证会不会能够 升穿六色飘带 我就看长一点 因为从长远一点 周线级别来看 周线图这里 绿红飘带已经穿了 说明现在指数方面上证 是弱 所以能够如果要上回 好的话 基本上要上回 3,050点 那现在短期要上回 50点 从A股的角度 是比较难 所以现在A股 又转回弱势 所以我现在看到 整体来说 美股 就中短期 对不对 都是看好 对不对 都是看好 那A股呢 我们知道 A股现在 无论从中期 或者短期 就会向下 那这个情况 我会经常跟大家说 高去低走 因为升的话 高去比较多 那趋势现在上证又跌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看回 我们的恒指方面 恒指一直按着 这个两架时空 和大家一起 去四维度分析 对不对 尤其是时间空间 那为什么呢 很多之前 经常看成交量 那成交量 都只能对表 股市的一个活跃 看有没有多人去成交 或者交易 对股市的一个信心问题 那时间空间 是研究股市的根本 尤其是时间 经常跟大家说 天时地利云云云云 时间都放为第一位 因为时间 涉及到蓝水投资理念 从战略到战术 为什么呢 因为蓝水入行之前 都和大家一样看日线 好像经常总结一下 三十分钟 五分钟 蓝水个人的习惯 就是习惯 用这些分市投资 当入行之后 我发现周线非常之重要 除了它退退未来数个月 一中期 我知道 代表一个月以上 未来数个月 而且它最重要 还要研究股市的基本单位 大家要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单位 说明股市来说 在这些位置 能够找到非常重要的规律 首先我看周线级别的时间 时间都先研究 大家看到 蓝水用菲波纳契税率 教过大家 一般来说 找最近的时间 当然这个时间过了这么久 其实大家用周线图 都可以找分 这些时间作为歧视点 因为蓝水不太捨得 这个时间 2月7日 因为它能够值观 帮大家 能够看到 好像一个相体 是不是 之前有同学 跟蓝水虚幻笑 蓝水虚幻笑 用了这个时间图 周纪图 最好 终于上回1万9 1万9 就说明现在正常 现在跌穿了 有什么时候能够上回呢 当天现在89 基本上结束 你要看144 蓝水虚幻笑 一太长远 中间变数太大 所以我们的空间和大家结合 这个1万9 还有没有机会上回呢 所以我看看空间 周线空间 我喜欢用光阴和红绿飘带 那光阴虽然说都很用时间 不如蓝水虽然用这个 距远线和红绿飘带 去和大家直观去教学 那当然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就21,100 那说明这个位置非常之重要 那其实很多投资者 我认为在这里位置 陷入了很多自己的仓位 我认为 那当然现在有没有上回 暂时先不要说 因为之前在这里位置 19,800 乃sir预估 上不了 不过在19,700多的时候 就已经停止了 这个是怎么来的 乃sir都和大家说了 那当然现在 大家看到没有 红绿飘带上年 就跌穿了 现在变成阻力 现在资金又持续流出 有一个比较不好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进入超跌了 那超跌 虽然说机会跌出来 那当然进入超跌 按照时间周期 基本会3到5周 那当然这个大多数 那会不会1到2周 或者下周 就会结束了 那我要看回日线空间 那当然 现在乃sir的特色指标 大家看到 我从周线图 我上一期已经和大家说了 从我们恒生指数来说 那其实 分析周线的时候 乃sir就和大家说 这里现在 现在买日信号出现了 不过买日信号出现了 是不是一直反弹 并不是 一定要结一下 这个资金 因为这个资金 现在目前来说 就属于一个流出状态 流出状态 说明它要回落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些 对不对 那当然多些会到多少 那现在红飘带跌穿了 下一个到哪 那之前和大家说 红绿飘带太中短期 除了红绿飘带 彩虹线 都可代表中长期 彩虹线其实和飘带的用法差不多 不过看时间比较长远 我之前和大家说 一直和大家说 大概如果按照彩虹线来说 基本上不会跌穿17,500 刚才我和大家说 这里 为什么之前乃sir和大家说 19,800 虽然说 没有升穿了 不过都给大家知道一个范围 相对来说 17,500 未必会跌穿 可能到这里附近 都有很重要的支持 从周线到 所以目前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彩虹线飘带 很大机会 还有一种反弹 一度穿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下方是没有空间的 好吧 包括大家结客 牛红街货 大家看到没有 17,500 其实都对应到重货区 那作为机构 其实呢 作为彩虹线机构 我都会向下 吃着 到这个重货区 这个位置 所以从周线级别 彩虹线飘带 现在虽然说 最日超跌 不排除 下周 又会 马上有转回 反弹 不过我们要跟着 按照三到五周去看 好吧 那当然重要的关键 我们要上回 17,920 支持呢 17,500 从周线级别 好吧 那当然什么时候有没有转折呢 现在一直向下行 买入讯后出现了 那麦sir 之前就和大家说 周线线都可以用 光阴,菲波,娜,契索尼 入线呢 可不可以呢 那其实可以啊 月初的时候 经常和大家分析 本月的一个趋势 本月呢 我记得 6月29号的时候 就和大家说 7月呢 关键时间就没有6月那么多 重要的时间就是 一个呢 9号 一个呢 26号 9号呢 除了我们知道 这个呢 是转折时间 包括26号呢 还有一个呢 按照我们经常和大家说 3 4 5 6 7 和12月呢 每个月呢 每一年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 这几个月份呢 都是一个重要的强弱日 那今次呢 强弱日呢 刚刚我撞到9号 所以乃sir认为 下周9号是非常之重要啊 那这个时间转折是怎样来的呢 那为了照顾心托呢 我刚才和大家复杂一下 那这个是按照菲波纳契数列 这个时间呢 其实呢 虽然说菲波纳契数列 美国系统呢 都有的 不过这个呢 乃sir认为呢 就相对来说 是乃sir认为自己 去创造发明的东西 因为乃sir认为 现在对比呢 我们两周 因为菲波纳契数列 我们知道呢 有个好处 我们找到最高 或者最低 那当然一定要知道呢 它这里白色棍 或者是黄色棍 对应的 就是飞高直低 如果之后的话 有些刚刚后对应的飞高直低 我嘴以这个时间 作为一个周期棋士 能够会延续之前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后面对应的时间 万一碰到之前的 相对应的转折 它的飞高直低的转确度更加高 好像这一天 是不是 就高位 那刚才这个位置呢 当时我和大家判断呢 是个低位 是因为见到 它差不多回落 那当然呢 后面乃sir 就弄正之前乃sir的观点 现在看回是高位 那下一次呢 那大家 按照时间的周期 大家看到 那34呢 这里是不是快要接近了 那这个时间呢 那这个时间呢 对应哪个呢 这个时间呢 其实是5月20日这一组 那这个中间3呢 就13个交易 那我们数回时间 这2,4,6,8,10,11 那边就是2个交易 是不是 2个交易 就快到时间 那当然呢 下一次呢 就到55个交易 这个中间收入21个 那我们知道 现在经历了2,4,6 那边这里 还有15个交易 那今晚我三周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推演时间 我们知道 按照2天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知道 今天7月6号 2天9号 那最多15个交易 按照26日 是这样来的 那当然我 我经常跟大家说 上一期呢 尤其是跟大家说 如果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能够 如期收音足回落的情况之下 那常见我 7月9号呢 是不是 比较容易反弹 因为按照转折时间来说 那之前的一个回落情况之下 那么当日如果转折时间 是不是有八成机会呢 是不是就会转折啊 所谓转折就是和之前不同的方向 那么其实 这一两有回落 是非常之好啊 那当然是加速有回落 那应该我们看回 首先 现在看资金 现在开始流日 那当然 现在目前来过 17970 那没有守住 那现在整体呢 在弱势 那么当日我经常跟大家说 我们分析股市的时候 一直按照和大家说的三个环节 第一个就是外围 第二个呢 就是外汇 和夜期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说的 周日线的技术分析 周日的一个趋势 这个飘带 和我们的资金 对不对 股价升值和资金有关 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外汇 暂时没有等待时机 暂时没有 外汇其实我们可以分析 那现在目前来过 是因为外汇 就非常之强 不是 美元指数非常之强 大家看到没有 美元指数大家看到 所以现在呢 整体呢 是回落法 又理于 人仔 不过人仔 因为来说我们内地 那其实呢 大家知道呢 一直是降中降息 所以来说一直是压低着 所以到逼近呢 那其实呢 离岸的人仔呢 7.3 7.6 7.2 那现在目前来说 有资金流入 相对来说 有理于我们的港股 那能不能够突破呢 现在接近呢 又遇到阻力坏 ok 那从外汇角度呢 啊 耶企角度呢 那大家看到耶企 我们要提前之一到 下周一 耶企的资金呢 仍有流入 不过大家看到 有关注我的 一个组本提示的 大家就知道 那我们看到 资金呢 就一定要加速 那现在是没有加速的 那里呢 那里呢 按照乃Sir是不是要继续回落 那其实大家就参考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大家看到了没有 那其实呢 是不是 一个非常之长的下影线 那里呢 那里呢 乃Sir认为 从我们整体来说 好大机会呢 在这里做个双带回落 那按照时间呢 基本上差不多就7月9号 甚至呢 如果约的话 到7月10号 所以我们以7月9号为主 很大机会 到时候我们要关注 一个力度 或者空间 反正周一的机会 还是回落比较多 到9号周二 我们要关注它转折 好吧 这就是乃Sir和大家 去分享的 一个恒生指数分析 OK 好了 那如果指数方面 对于教学当中 如果有不明白的 或者 或者 个股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去YouTube channel 去问回乃Sir 那股市没有 绝对 乃Sir有时分析都错 希望大家去见谅 好吧 OK 那如果对于乃Sir教学 这些特色指标 非常之那么兴趣 各位投资者 基本上很多人问到 乃Sir是不是系统永久使用 没错 所以说如果是 永久使用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早一日用乃Sir的系统 是不是就赚了 是不是永久 OK 而且还看到股市 港股美股和放街 不是分拆的 乃Sir 这里同事有看到 平板手机同时使用 十时报价 好吧 那么在哪里 感兴趣的话 在哪里找回乃Sir这边的 在视频下方 找到相关链 又怎的 就连到乃Sir这边 好吧 好了 那继续我的下一个环节 个股分析 个股分析 快手 汇丰 五号仔 中国移动 内飞 加密货币 首先我看看快手 1024 快手 首先我们判断一只个股 强不强强 我们一定要看壮家 那这个壮家 无论是日线或周线 其实都是非常之弱 不过来说 其实前期要TuneTune Channel的 忠实粉丝问到 快手好不好逃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乃Sir买的 沽信号已经出现了买日 不过现在弱回又穿了 现在又转成弱了 跌穿了 现在这个都可以看 快手 乃Sir以为 从资金 趋势来说 趋势的资金 就流入,又要乱入 又要入亚 趋势去向下 好吧 所以整体 乃Sir以为 依然是泰塔 那当然 按照相从报应线 来看 基本上 其實行空間是41元 從周線級別支潮是41元 大家注意點,這是快手 說完快手,我們說回下隻五號仔 五號仔,有條頻道都問到 包括五號仔,賴Sir的學員都特別多做到這隻個股 五號仔,大家見到沒有? 賴Sir是前一兩天的時候非常興奮 為什麼呢?因為在這裡又開始收窄 賴Sir其實都認為有個最切太好 不過現在這個陰燭打下來,打破了我們的信心 因為現在目前來過,如果要上回的話 當時是否和大家說,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要少倉環 那確實現在少倉環是比較謹慎的 那當然現在要好回來,是不是要上回68元? 68元? 而且現在從資金角度,大家見到沒有? 資金角度和趨勢,趨勢就向上,資金就流入 這個情況究竟如何呢? 那我之前和大家說 那匯豐呢,資金現在是屬於一個調整 我們可以見到有沒有大單入場 那大單入場呢,我們可以用多空政差 多空政差其實是區別於我們的一個資金流向 資金流向呢,其實是全部資金的一個流逆流出的政態 因為多空政差呢,它只能夠對表大單資金有沒有入場 所以很多時候它對表一個轉折的一個方向 比較多 那大家見到啊,那首先現在大家見到沒有? 現在資金確實上到這裡,虛閃力族就虛似約 因為我經常和大家說,靈族沒有上到的情況之下 按著這個圖就是約 要上回靈族才是強勢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匯豐5號就是約 當它穿了這個虛閃,它強的時候呢 大家才能夠加倉,入這個5號仔 不過之前入了67萬塊,不要緊 你等我去調整吧,李Sir認為呢 它很大機會還會反彈的 好吧,因為莊家大家見到沒有? 莊家還是非常之強勢,超過50% 按照李Sir的一個莊家圖來看 莊家是高到紅盤的,超過50% 好吧,這就是李Sir和大家去分析的5號仔 好了,那說完了5號仔,我們來看回我們的941 00941 00941,其實現在有點封建 為什麼呢?因為之前我已經和大家說 首先我們看到,莊家是否強勢 莊家是滿了的,日洲線 不過我上上期,我已經和大家說 中國移讀有少少少,我記得好像中國移讀 說了有頂貝利,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移動,如果我們看到這個特色指標 如果這裡是沒有創新過股價呢 一直創新過這個情況之下,就頂貝利 頂貝利它有充足的時間被大家出貨 所以這個情況大家預防 除非這個紅燈要加粗,不是吧? 這股價不斷創新過,它沒有升穿了,就頂貝利 所以不知道頂貝利的意思,大家記得 這個中國移動,包括5號仔 不過中心國際賣叫了底貝利 當時我和大家分析 那當然現在中國移動,其實這裡已經出現了沽出信號 而且黃色信號都出現了 最加上乃瑞的多空政差,大家看到沒有? 這個多空政差沽出,和這裡轉紅燈 剛剛同一天,我明白這裡很大機會轉折 或者回落,甚至穿紅飄帶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這裡中國移動,乃瑞建議要減倉 因為按照賴瑞的教學來講 如果一旦多空政差,買股指標代應到 這個顏色轉變,買股算有出現了 很大機會,一是就肯定是轉折 不過如果是弱的話,跌穿了輪軸的話 它跌的幅度會比較大一點 除非它一直是零軸之上,這個幅度就不大 反正有個轉折,大家記住一點 這是中國移動和大家分析的 講完了中國移動,我們看看 另外兩隻美股,奈菲和Korn 奈菲,MFS 奈菲,大家看到沒有? 奈菲,其實美股,大家不用說 莊家走得非常漂亮 莊家差不多滿 不過目前來說,莊家還有上升空間 而且從大戶吸囚,它又開始拉高 大家看到沒有?開始拉高 好像我們的特斯拉一樣 一直拉高,那明明快速拉升 拉升了,滿了之後 當它這個青色的,開始出火之後 大家就要回落花了 好吧,所以現在拉升 奈菲,大家要適當的 要跟著這隻個股 適當的時候還要減速 拉高的時候就風險來臨 好吧,這就是奈菲 講完了奈菲,講了一隻Coin 這個Coin呢 英文名就是 加密貨拜 這是要內部學員問到 要是教學上講 當然,Coin呢,CoinBase 這隻個股,莊Sir認為 從莊家角度來過 是一隻減貨 雖然你出現買日信號 不過買日信號是受任足 不是很強 而且呢,它這個買日還未穿 這裡,231 好像我們英偉達 莊Sir一直跟大家說 英偉達不是要上升126 現在是不是這個位置一直上不到呢 那一樣的,Coin呢 這裡,加密貨拜 231非常之重要 那上不到,基本上就是向下 所以說不好,現在就覺得它跌了那麼多 你就去買日 乃Sir認為現在暫時機會不到 除非你按銀行後 當時按照商場保線 在這個位置 200 多少 209 208 按銀行後碰到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到低位 不是吧,現在你到了這個位置 所以呢,227又是一個阻力位 大家小心點 畢竟你現在是看淡 好吧 OK 好了,個股就講到 以上教學就講到這裡 下期什麼時間呢 下期呢 依然再過點 每逢 週三或者週六的一個教學時間 9點到 8點到9點 保持不變 好吧 今期節目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期聚會 拜拜